吓我一跳 这个管理处跟哪呀 我来找管理处看有没有摊位 这不行,一到夏天就棚子撤了 这要能织棚子就好了,我给这儿整一个杀猪菜馆 就是专门卖酸菜大骨 各社的猪下水,给它清水糊熟了 卖那种,这地方冬天要搭棚,冬天应该行 大家好,我是大军,郭鸡找事 逛逛找事,我问管理员 怎么租这个地方 现在那个小店也不好找,我这两天 开网友也逛了逛了逛,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地方 四里,不行两天上四里溜溜了 早上没啥人啊,他这 市场管理处办公室 哎呦天,他有野生小改牙呢,你看 这野生呢,一瞅这么瞅的,有点小 改牙转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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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小点啊 问完了啊,就像这个小笼包这个类型的,它是属于两个,两个号 早事儿是300,夜事儿是700 嗯,就是一个月啊,一个月啊 你看这一个棚子是一个号,这是两个棚子,两个号 两个号,夜事儿就是1400呗,一个月 1400一个月,也行 不算太贵啊,早事儿就是两个这个号是600块钱 早事儿我就不能出了,我就出夜事儿了 那晚上呢,早事儿谁整整大酸菜回家,大骨头回家啃去 怎么卖的?多钱一个?10块钱一个 给我来一个 好的 老铜关又夹门 也挺好,五六起来了 老铜关又夹门了 这家真好啊,这家掉杂啊 真好 来碗小馄饨,南方小馄饨 南方小馄饨,七块钱 我看了这个地方怎么样,晚上也是更多 要晚上贵呢 我这地方我就担心了 担心一件事,这地方你说过,你说卖太贵啊 不一定能好好吃 但是你卖年一点,你供不上 因为啥,你像这个大骨头 五花肉我出下去啥的,我全上市场买新鲜的 冻的不用冻的,全新鲜的 你要是说的 像那个自助骨头啊,五十来块钱随便吃那种啊 那就完了,我说的意思啊,咱不是卖那种 那你卖那个骨头也得比收拾店贵 肯定点,因为你是鲜的 我这么说有点好像不对啊 就好像已经舒适点用的都动了的 我觉得这玩意不是我说的对不对,你就看价格就知道了 有的地方卖那个大骨头,几块钱一大块 一个大骨头 几块钱这么卖 十来块钱 你说那能是甜的 真有,就那个收拾店 咱也不用酱 搭那下低一点,你就不用喝去,肯定全冻了 我也不会酱,我也不会酱 我就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我看四瓶大胖有一期,买猪蟹 他家就是,一锅大酸菜,五花肉,白肉 大骨头,我的什么心肝肺,肠 很酱 那大餐总去买他家的猪蟹 他家就是原汁原味的 我就要整个内容,原先叫杀猪菜馆都那么,都都那么凉 最好最好是有个七八十亭的 一个小门市,最好 这地方虽然便宜一点,但是露天用水沙的绕飞进了 那单单做东西干净 你不,啥玩你不洗他个五遍六遍的 他都不能晚上端 还那句话,就现在走着看 碰到哪个干哪个,今天只是在这烤茶一下的 吃,吃完了,一会儿送单单回,我有岳父呢 后天还有个领量 二十五遍 二十五遍